大家好,欢迎收看九九爱一乐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7月1日,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日子。 估计很多小伙伴的朋友圈都被这件事刷屏了吧? 不只是素人,很多明星们也纷纷转发微博为党庆生,为能够生长在这样伟大的国家而感到自豪。 不少电视台举办了庆祝晚会,组音节目提前播放,有一切一日太不平凡了,组音节目一般会避开这个时间段播出,就拿拜托了冰箱第七季来说吧。 正常更新的话,应该是6月29日更新正常版本,6月30日更新加工版。 导演组为了给这个伟大的日子腾出空间和时间,选择在了6月28日更新。 行动的信号4延期播放 反观行动的信号第四季呢,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画风了。 大家都知道行动的信号是当下很红的一档素人恋爱综艺。 由明星团队当观察员,通过他们的点评和分享,和观众做大互动的互动。 行动的信号第四季的正常更新时间为每周三晚8点,最新一期的应该是6月30日的晚上8点。 作为一档大心情感观察的综艺,节目组应该知道7月1日意味着什么。 最新一期要么早播出,要么早点告诉粉丝演播。 结果呢,昨天下午5点20分,官微才更新微博,称第二期节目延期播出,具体播出时间另行通知。 评论区骂声一片。 这么说吧,相比拜托了冰箱,行动的信号4明显是不够尊重观众,要么提前告知粉丝,要么提前更新, 这就是评论区网友的部分留言截图。 可以看得出,大家对于行动的信号4的操作表示非常不满。 对此呢,我们也可以理解,毕竟太多人喜欢这档节目了,都在期盼着最新一期节目的更新。 Ending,尊重观众,尊重自己。 所以,网友的态度应该给行动的信号4敲响警钟,尊重观众才是尊重自己。 好啦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爱乐,敬请关注哦。